吼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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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喜歡黃隊 希望我們這個全新的黃色隊伍可以打造 黃隊王朝 垃圾話其實我都領場發揮 我一般背都不太會背 就是說你連這個都丟不好回家種田吧 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的好玩跟有趣 當然也是要看他有沒有時間 以及他覺得這個那個價錢的問題 初醒之後這個東西 他其實蠻考試的說我們兩個同台的時機點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看大問題就看他囉 這一季的確不太一樣 因為這一季我不只要對付張宏傑 我還要對付小偶鍋 所以我的策略上面要照顧的事情是比較多的 不過我想我的策略還是會按照我過去 建立王朝的那個節奏 慢慢的找出自己藍隊的一個文化 小偶鍋我知道你是來亂的 但是來亂的話就是在旁邊就好了 好不好不要阻擋我那個奪冠的路 至於江洪傑我覺得這三季下來 你應該也熟悉了 就好好乖乖跟在後面就好 我是錢姐 我唯一的選擇就是藍隊四連吧 我覺得該有的運動場上的紀律 然後有一些規範我覺得 只是會要求他們做到的 那覺得應該會是在團體整合方面還需要快一點 這是這一季我想要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郭柯第一次來就好好的坐穩第三名的位置就好了 那錢姐我已經跟他交手三季了 那也知道錢姐的能力在哪邊 我這一季已經看出你的馬腳了 你要贏沒有這麼容易 運動場上練習的時候會 比賽的時候我就希望他們是 可以有全力以赴的精神 那個時候的話其實我都 林場發揮 我一般背都不太會背 就是說你連這個都丟不好 回家種田吧 像錢姐那種王者的姿態 我覺得是會有一點點緊張 對 然後像小潔 對不對 他就 我覺得他就是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不然整季如果被壓著打 其實我相信心裡是會比較不好過的 這一隊支持我們黃隊的球迷們 心中看好不好 等著我們登上王者 讓藍隊跟紅隊來追著我們的腳步跑 我相信林鄉在我們隊當隊經理 他也可以把他活潑的個性帶進來 然後相對的他有很多粉絲 所以我們黃隊基本上現在不缺粉絲了 第四季 真香 嗨 大家好 我是王子曼 我很喜歡打網球 高爾夫球 還有跳街舞 那跳街舞已經跳了20年了 就是很喜歡運動 其實我覺得我最愛的就是運動這件事情 那每個項目不見得是說最厲害最厲害 但是呢我期待觀眾可以看到我挑戰自己 越來越進步 好猶豫喔 因為三隊的領隊都非常棒 然後我相信加入他們不同隊都能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所以我都很期待 我覺得就是交給命運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瑜 我最擅長的運動應該算是羽球吧 請你們期待一下我羽球的表現 或是幫我祈禱 幫我集氣 希望混打之後會有我 主要是問Masha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在跟她拍戲 剛好在跟她拍電影 所以我主要的是問她 連測試那天 測試之前我都有問她 不過我問的很像是你們覺得我適合參加嗎 這種 對 我覺得曖昧一點這樣 因為郭哥就是一個傳奇人物啊 所以 而且我覺得我的個性其實比較是 我覺得不能講太白 但是又要能給我壓力 拜託郭哥選我 35號陳曉玲 拜託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鄭敬興 那我的名字很難唸很多人都會唸錯 所以你們可以叫我中間那個字禁 也是我的英文名字禁就好了 我最擅長的運動 現在應該是羽毛球 以前是籃球 因為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是打籃球校隊還有壘球 那現在的話是羽球居度 你們可以期待一下我 100公尺短跑的表現 我覺得哪一隊要我 我都很開心 哪一隊要我就會替她全力以赴 假想敵 我就都會把她設成我自己 就是每一次就超越自己的目標 然後就是打破自己的所有的習慣 然後逼自己突破數四圈 那我希望超越的是我自己 哈囉大家好 我是Yuri 陳怡瑞 我覺得我最擅長的應該是羽球排球類 我就覺得如果這一季能夠提升自己的運動表現 跟運動能力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我會在全明星運動會第四季努力奮戰 你們也要為我加油喔 其實因為孟傑的關係 然後還有影樂的關係 我一直都還滿支持藍隊的 我是藍隊的粉絲 錢姐 拜託選我 我的專長是跆拳道 請期待我的每一項表現吧 每一項 每一項 沒有耶 但是我在想 我想要破每一項大會紀錄 我想要進 有成魚的那一隊 我覺得他應該是想要進黃隊 我要follow他 全明星運動會第四季 每週二中午12點YT首播 不見不散